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回来的办公室又要试试啦 好比身边的准备了好多东西 所以稍后应该不用试试 好脆 结果来说 肉汁 好吃 没有什么没吃到的人都吃得到的 蛋 很棒 我的饭也要吃 我的饭也太好吃了 这个好吃 肉汁好吃 很香耶 有一支咸鱼味 咸鱼味道 是我喜欢的老的那种喜欢的 应该慢慢吃了 它是肉干 这个中文的皮吗 啊 鸡腿都担嘴 对对对 这好吃 15000只鸭 4000个通饭 这一个是零下18度的冬季 看一下个冷气机先 国际冷气 超饱 本来我下午是有着人吃东西 但是我现在完全吃不下 要改可能去咖啡 然后现在要先回家 因为有些食物要再拿回家研究 所以就先回家再出去 成见咯很开心 嗨 嗨 你成为韩国人气之后有放进过吗 没有耶 恭喜你结婚 谢谢 你成为韩国的贵妇了 也不是贵妇啦 看一个跟Gucci合作的这个很可爱耶 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很可爱吗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预约 我们会进去了 我们还是再去 想看衣服 很可爱 噢 三点天啊 到了 没有人啊 喂 有点到 你不觉得很像蘑菇吗 反过来就蘑菇 我觉得这些配色 它的logo不同了 现在是CD 以前是Dior四个字在上面 这个是垃圾 它只在垃圾上面会做logo 其他饮食也没有logo 好 很好奇它是 哦 它是脆的 它里面是芒果 它好像蛋黄 芒果是冰了 然后这个才是cream 嗯 很舒服 今天只是4月1号 是春天来的嘛 但是已经20多度 幸好没有Ajulic 否则甜死 这个熊真的很可爱耶 不觉得吗 我有 这一件是LMC的T恤 噢 原来这边就有天使吗 这看着还蛮可爱的 这个衣服 没什么喝 一个洗手 很漂亮 没有洗手 好美啊 这个人一直说要看香水 这白色了 我们走了啦 它假的 它假的 它只是颜色水而已 这是四支 你是要买一个set 对 对 没错 对 没错 对啊 每次都不一样啊 XO 那三个字了 而且它现在改了 只有三个人 把那位去掉了 这比较帅 我刚刚还想说要穿厚一点出来 还好没有 刚刚出来其实早上是有点冷 因为现在大太阳很热 这里蛮美 这样看 它现在在KUMI 定款还是Original 我会比较喜欢Original 这个玫瑰比较多 OMG 这个好好闻 而且它是经典的 它还有滚珠瓶 OMG 这个 是我猜 我们突然发现 刚刚那个香水 我们都觉得很像一个味道 然后它就突然说很像香香豆 香港的泰国什么 会有共同的回忆 你们也会把它撒在铅里面吗 我好像会撒到任何一个 我想有香的地方 文具的那些是会有透明的 那些香精很小的 突然就用到汁就觉得 哦 找到了 海盆小的 有了 哈三种 它的海盆应该是不好吃的 完全是对的 吃起来呢 好 回到家了 然后最近我买的东西是 我想和大家一起开箱 开心分享的 终于今天有时间可以拍给大家看 好 现在足够足够和大家开箱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最近经常喝的茶 sweet drink tea 因为其实我的睡眠 pattern 真的还是很暖 然后我就上次问我 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失眠 但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失眠的 但anyway我想找一些可以令我晚上放松的茶 全部的关联词都是它打出来 可能这个品牌下了很多钱做广告 它是这样的 我看到它有不同大小包装 这个就是这样独立包装 超亮的 然后一打开 其实它有一股朱力味 我上次拍vlog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给我的朋友喝 然后他们都觉得 我闻下去是超级重可可味 但是喝下去呢 不是我们一般喝的那种香草味的茶 它最主要的成分是金苔海藻的其中一种 他们有介绍很多金苔海藻的效能 譬如是可以有度睡眠 去平衡荷尔蒙 抑制癌细胞 放便秘等等等等 很多的好处 其实我买了两盒 我大概喝了半盒左右 一睡觉其实我可以睡得很软 是一觉睡天亮的那种 但是我只不过是我的规律 不是很好 不过始终茶这些 其实如果你想调节的 其实也要长期喝的 所以我猜应该也会有帮助 味道来说的我最近还挺喜欢喝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Bond Parfume Mirror 它是一个法国的独立香水品牌 那喜欢香水的我当然被它吸引了 然后呢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的外表呢 我真的觉得它好像这种东西 那话说呢 为什么我会买它呢 就是因为 我觉得其实是为了买这种东西 那我见有时间 就兜去其他counter 店员是非常有耐心的 所以一番的试香之后呢 我就选了这个003 我想说呢 它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我已经用了一阵子了 因为它真的太香了 那这个品牌其实就有 长白人和六个调影师好朋友 一起去制造的 那它们所有的香水 全部都是这样用数字去命名 我本身不是说我喜欢草青味香水的 但是它们系列里面就完全没有 就是草青味 然后我发觉闻一下闻一下 我喜欢这个原因呢 我觉得它闻到很清爽 它有种cidrus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当下我是被这个味吸吻着 人因打一点茶香 整个画面是一片草地 然后有些柠檬 很多太阳在照耀着 然后有点微风吹着 整个感觉是很开心 很正面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柠檬茶味 如果你在酒店餐厅吃饭的时候 最后可能会测试一杯红茶 它旁边会有几块柠檬 然后会另外有蜜糖或者糖浆 是那种感觉的柠檬茶 超香 然后我回来了仔细地找它们的牌子 原来它这一种也算是中性香水 它前调是有薄荷柠檬柚子 所以会有那种很新鲜的cidrus的味道 然后中调会有纸内蓝蜜 还有橙花 就闻下去我觉得很柔和 到最后呢 为什么我觉得它有点像中性香水呢 就是它虽然是甜 但是它不会甜得太夸张 它不是那种很可爱的甜味 它是清爽的甜味 它的味道虽然是偏比较金吉 但是因为它会带一点茶叶香 其实它的茶叶香应该就是香菌草出来的 还有它是一种比较轻身一点 它不是那种会令人很有负担的 我觉得是容易亲近的 我觉得男生和女生都适用了 其实我觉得它们牌子 每一个号码的味道都很有个性 但原来它们和中调一样都是可以玩蜜香 就是你可以选一个003 再配一个可能001 这样去做layer 就会散发多一种 是专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近期我的最爱香水就是它 我喷完它之后呢 然后那天去见小小的 所以就立刻下单了 然后我刚刚去见朋友 然后朋友都说觉得很香 大家都觉得香的香水 真的令人很有满足感 然后它旁边我见到 是有另一个brand 它就是买candle 肥皂和hand cream 刚刚我又闻到一个 我觉得很好闻的味道 对了 它叫做klaus potto 应该是这样 它是一个葡萄牙的黄湿香氛造品牌 我是给它们的包装吸引 因为它每一个设计都用这种手配封 我觉得是很高贵的 hand cream其实我自己不喜欢用的太甜 或者味道太重的 它这个有种微微的花香 主要是因为它的外表而买 没错我就是这个 这么肤浅的人 哈哈哈 其实我本来想买其他 但是我又不肯定它 是不是我喜欢用的product 所以我就打算买一支回来试一下 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我会挺喜欢的 如果日后我有回购的 我一定会在vlog里跟大家分享 然后它很好啊 它还送了两个番茄给我 两个都是不同的味道的 突然间神气 它有来到一个202号 它说是西瓜味 没错 它是真的极度独特的西瓜味 超甜 那我就买了一个 我的cleanser 回来 其实我妈妈一直都很喜欢用这种的产品 我都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印象中我用过它们的product 都挺不错的 用完之后皮肤都觉得挺滑的 那我上次因为去探索我BB 我买了一粒eesop的product给他 然后顺手买一支给自己 啊 真的很有一种草本的感觉 你闻这个味道 觉得好像在做spa那样 洗澡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放松 而且最近我除了喜欢这些 很复古经典的设计包装之外 其实我很喜欢这些很简单 好像无印那样 有这么简单 有这么简单 有这么干净 有这么干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放在厕所 然后全部颜色都同一的 我帮上去 很舒服 然后店员很衰 他就问我平时用不用香水 然后我就说用啊 然后他就问我喜欢什么味道 我就说花香 其实我都随便回答他 然后他就噴了一个玫瑰味 在这个袋子里 超香 我也是又买完那一刻 然后回到家 之后我几天还在引引我那种鱼香 我已经有很多香水 刚刚又买了一支香水 所以我又免得又再浪费钱了 因为新了 只有一个 买香水何时用得完呢 好吸引啊 现在还有味道 不知道我喜欢香水 他特意在那里忍我 好 接下来就是精品的部分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一个复古精品牌子 他们就是专做衣服的 然后就买了一个Chanel的Ganine 这个Chanel的戒指 那他们呢 其实呢 就不是本身Chanel他们自己出的 衣服来的 Chanel他们本身可能有一些扣啊 或者是 这些袋子或者衣服上的配色 那可能本身的product是有损坏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配件就拿出来 做装成为一个新的 秀色 我上网看的时候看到这些照片也挺漂亮的 其实我已经带了很多次出家了 然后 然后每一个看到这条颗颜色的人都说漂亮 然后这个的话 我就暂时带过出去 我觉得它有点比想像中的 太闪了 我自己戴这个耳環本身就在Chanel那里买的了 我发现原来他们是超级似的了 大小好像是差不多一样的 放在耳朵上就挺漂亮 但是放在手上就好像有点点 我觉得不是平时daily可以用到的accessory 因为如果平时做得比较休闲点的时候 加这个好像有点负担 这个可能要长得比较lady一点 镜头看得挺漂亮的 其实这个牌子我看到他们也挺多好评 而且收货后看到实物都比我想像中 比照片漂亮的 挺满意他们这个 所以如果住在韩国的大家 如果在精品店里找不到大家想要的款式 或者是没有货的时候 或者可以去试一下找这一类型的款式 可能有大家喜欢的都没有货 好 接着就要来开箱Dior了 刚才介绍了复古的brand 现在就要真正跟大家开箱 他们真的自家出的首饰 耳环 超漂亮的 这个真的 原来我默默地买了很多Dior的耳环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Dior的首饰 我也觉得有一种魔力是很吸引我 我今次买了这个款式 看回我自己拍的照片 我很常戴那些圈圈耳环 而有一双耳环 其实我应该都戴了年多两年 但是那一双呢 其实我是在弘大的某间店里买 银也不是 它是就这样一些很普通的质地 不如我买一双是有牌子 然后是质地更加好的 或者可能可以戴更久 而我本身那双圈圈耳环是金色的 我就一直在默色 究竟有什么耳环是金色圈圈 而又可以表现到他们牌子的呢 然后我就找到他们这个 我觉得这一款耳环也是超级白鱼 无论你这样穿得比较casual 比较纵承 还是你穿得比较lady 其实它全部都可以carry到 而且它带小不会太大 因为其实刚才我进LV看 我发觉LV其实也有一模一样的款式 但是那双是大一点 应该是这么大一圈左右 我觉得那双会有点负担 一买了回来 其实我已经开始戴了 因为我戴了之后也有很多人问 究竟是什么耳环 然后我看到刚刚我用了59万 买它回来的 大概4200港币左右 但是如果4200 我会戴它两年的话 每天只是5元 抵回了 看到其实有不少朋友 都经常叫我介绍一下我的首饰门 过一天我就将我的所有精品首饰门 拍一个介绍 给大家看项目 如果想看的话大家请在下面留言 但应该大部分都是Dior的 好 接下来就要开上这个Burberry先 有一个布袋 但这个布袋有点小 就是买了Burberry的温冬鞋 好漂亮啊 这一对温冬鞋 好 话说其实我是想买鞋 想了很久 但是一直都懒 然后有一天在看我以前的照片 之前去英国的时候 其实我有进过Burberry 然后也有试这一对鞋 当时其实觉得这一对鞋超级好看 但是为什么没买的原因 是因为我连一对鞋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我就只能放弃买这一对鞋 其实在英国买超便宜的 然后我那天看到我自己拍那张照片 然后又再次觉得这一对鞋很漂亮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但是其实这对鞋我已经穿过 所以有点穿过的痕迹 这一对鞋我觉得超级型格 而且它很方便 它是这样摸索条 因为我现在穿的路爹鞋 我都不喜欢绑鞋 但我全部都是绑鞋 然后就这样伸直进去 然后这个完全符合我们这些懒人 因为它是黑白色 所以超级容易衬衫 至于重量方面的话 是比我想象中有点重的 而且因为它还是新鞋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脚端的位 和鞋边的这些位 都是有点缩住了 但是应该穿多几次就没问题 这个鞋 因为它们有半码半码 那么分我们穿38.5码 但是在韩国是没有了这个码 非常果断地直接下单 那它就直接在英国那边 超快的 大概三天我就已经收到 其实我有打过去问 我就说 韩国大概是240码 那大概应该穿什么尺寸呢 然后客服都提醒 我说应该穿38.5码 就会刚刚好 收到鞋 打开一穿 是真的刚刚好fit的 所以看回他们的 suggest的尺寸 其实就没错了 我觉得有少少重 所以如果是要走很久 或者是出街很久 我觉得穿这一袋可能会觉得有少少累 但我暂时都没试过穿很久 我最近真的很喜欢这些巨大的鞋 但看来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像死神口 这个尺寸也高 所以穿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个人可以长一点 不知道现在非常满意 买了它回来 OK 最后一盒这个cucci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没错 刚刚买完鞋 现在这个都是鞋 大家应该会在IG里看过它 因为个人实际上它太漂亮 忍不住 说上IG 然后跟大家说 为什么会买这双鞋 很喜欢他们这个袋 就是这一对老爹 超级美 其实实不想问 我看中了这一对老爹 很久 大概有两年 为什么不买 因为我觉得它很贵 总之港币差不多是皮 但是为什么我都会买了呢 因为cucci的鞋 我穿240 虽然我喜欢它 但是其实一开始 我还在捕捉究竟 我要买这个彩虹指 还是买的 那个cucci logo 那对老爹 因为那对始终是 长青款 一直都有出 这对始终是特别版 以我的个性 应该我会选经典版 然后当我问店员 我想试这一对的时候 店员跟我说 现在全韩国只剩一对240 所以如果你要的话 要帮你继续 我听到这句 就 麻烦你帮我继续 然后我就立刻去 IFC新开的 The Hyundai Seoul 然后那里 是有唯一一对的240码 然后我就立刻走去试 然后就觉得 很漂亮 然后我立刻决定买了它 这个就是 我买这个鞋的原因经过了 因为其实我自己 都挺喜欢老爹鞋 我自己都有不少 但是我通常都是比较 男仔款 但是我同行的朋友 就在说 既然你过往的老爹鞋 真的比较中性 那这次怎么不选一个 比较女性的老爹鞋呢 听完他这句 更加觉得 我决定要你了 我觉得它漂亮 就漂亮 彩虹的字之外 它是闪的 所以你远看 其实它都会有点点 blingbling 重点是里面 它有碎花 我真的很喜欢碎花 喜欢復古东西的人 其实基本上 是不可以缺少碎花 这个item 我一看里面 其实我内心已经融化了 我觉得 虽然它贵 但是 它值不值呢 我又不可以说 它很值 但是我觉得 它有好处 首先看下去 我觉得Burberry 是这对大一点 比我想象中轻 超多 因为其实 话说我早两天 去了大邱出差 然后是要整天走 也都要行山 然后我全程穿着这对老弟 但是它是超级好走 因为其实基本上 我们的行程是由早到晚上 一路不断上车下车上车下车下车 然后我穿了这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 脚很痛或者很累 反而我觉得它真的走得很舒服 而且它是很轻便 唯一有个不好的 就是我觉得它的皮 好像有些仪器 因为我已经不小心刮花了 这里 大家见不见到 我怀疑可能是我走石路的时候 被小石刮刮 本身我的鞋是很粗着的 如何去磨地 如何去对待它们的时候 我都没有试过看到 这样刮花了的现象 这样刮花的鞋 是第一对 所以我有少少觉得 以后穿这双鞋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它好像也不容易骯髒 可能是因为我 小心了的关系 但是因为Berry对我 是穿得比Cucci少 但是它这条鞋 已经这么多 黑色的 蚊 其实套用我的方法 如果它是150万 一年里面有半年都是穿它的 每天是8300W 大概50多元一日 它现在真的是限量版 因为我问了店员 它说 因为这个是特别款 现在不再出的 所以现在市面上 剩下多少就得多少了 所以我觉得我买它 完全没有后悔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刚才我不是说得太长了 我的开箱 实际上买得太适 买得太划 不会说划算的 CP值是超高 没有一样东西 我是后悔买回来 现在非常开心 大家存在在我家 而且如果大家可能 曾经有想过 要买这双鞋子的话 听完之后 大家或许都可以考虑一下 入手 看它会不会是最后一对 将这些好物和大家分享 其实我都会开心 感觉自己很有意义 很有存在感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整个Vlog 大家看得都开心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我按赞我 记得followIG 就可以知道更多我的日常生活 like我的Facebook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Mirror's Pick 最新update 好 然后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